Hello 大家好 我是AV 欢迎酒馆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前不久去我朋友家给她过生日 结果我脑子一热 自告奋勇地要做当晚的调酒师 但是在我收拾家当的时候我就后悔了 什么烈酒啊 水果啊 摇杯啊 八熟 大包小包太多东西要带了 我就在想要是有那种预调好的鸡尾酒 直接倒在冰块上喝 那不是特别省事吗 所以我就去了趟超市买了货架上最贵的玉条鸡尾酒 带回家跟你们一起做测评 看看和我自己在家调的鸡尾酒有什么区别 大家觉得最后是翻车还是真香的请扣在上方 今天我选的这两款还是比较常见的 最不容易翻车的鸡尾酒就是古典跟玛格丽特 我跟你说 要是这两款也能翻车 我就能肤浅地总结市面上的什么玉条鸡尾酒 你都不要买 那这一瓶呢花了我将近一百块钱人民币 两瓶不就两百块钱 我是被坑了吗 我好奇啊 平时大家去酒吧喝的一杯古典都是多少钱 请扣在上方 这款用的威士忌还是莫不惜的波本威士忌 好评 酒精度呢是三十五度 沉浸时到酒 有没有觉得这种蹲蹲蹲的很治愈的盖上方扣 请问这是这是什么东西酒鬼的钱都很好骗是不是 泡了好几天的橙皮水的味道 厚甜 那么这个还要测评吗 这个玛格丽特 我好害怕 算了买就买了 就试试吧 这个用的还是很逆斗的龙舌兰 用料 他们家用料是真不错 这个old fashion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臭麻布的味道 就你知道家里用了很久的那种麻布啊 没有怎么洗过 就是那种臭麻布 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那种龙舌兰的味道 我的妈呀 我觉得这个品牌是不是对 是不是对鸡尾酒有什么误解 这 来人 把这两个丢掉 谢谢 看我被坑的这么惨 各位酒鬼酒钱请交上好吗 真的我就跟你们讲 各位酒鬼什么 欲调鸡尾酒这种 你看看就好了 不要下手 大多数都是坑 好喝的鸡尾酒 该要的步骤 不该省就是不能省 喜欢艾比的节目呢 别忘了三连一个再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